那我请汤老师再谈一下 刚刚讲到秦刚 讲到博恩斯 确实秦刚韩正都在欧洲 韩正在荷兰要跟ASMO见面 秦刚在德国的时候 没有错刚亮哥讲德国外长 本来那个女的很呛 后来放软 到法国的时候 法国外长你看他怎么说 秦刚在巴黎跟法国外长会面的时候 这位女外长说 北京应该让俄罗斯 更了解自己所属的僵局 敦促回归和平 也是讲和平 那大陆外交部说 中方没有错 我们就是在劝和促谈 然后另外头这个博恩斯 秦刚跟这个博恩斯 召见了博恩斯 博恩斯是到任一年之后 才有机会递交了国书 对不对 然后秦刚跟他见面 见面的时候 秦刚当初不是讲了一大堆吗 那讲完之后很有意思 因为大陆发的新闻稿当中 只有秦刚讲的 完全没有博恩斯讲的 博恩斯讲的什么回应 什么回答完全没有 只字不提 博恩斯是自己在他的社群脸书 上在发文 那秦刚最后给这个博恩斯 九字真言 叫做多接触 多交流 多思考 建议他做到这九个字 博恩斯好像也听进去了 所以最近见到不少人 密集会见了 包括了江苏省长等等 他也见到了 这个大陆商务部长 王文涛 那同时这个王文涛 最近也是很忙 五月IPAC的时候 他可能会跟美国贸易代表 戴琪来对接 所以汤老师怎么看 这个外交上真的是一连串的 每一个都不是单一事件 都有相关的 对 这个 王毅跟这个Sullivan 他们见完面以后 他们会谈完了以后 这个美方的 当然最主要还是白宫 他们发出来的 这个信用稿里面的 这几个措辞 比如说一个坦率 一个实质性 另外一个建设性 这三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没有交集 就是没有交集 我很坦率 你也很坦率 对不对 那你很坦率的意思就是说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我们两个都很坦率 那为什么 他这里头 没有讲到任何双方达成的 不管是共识也好 或是交集也好 或什么 一句话都没有 就表示说 他就把这些 所有可能比较 双方能够接受的 这个事情 就要把它放在 这个建设性里面 好 我再请汤老师讲 一方面我们看到 他是中共中央外事 在外事部分的 这个最高领导 王毅 跟苏利文见面 然后另一头 我们看到 像外长秦刚 像韩正等等 都到了欧洲 你觉得联系起来 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当然就是多管齐下 意思就是说 现在因为 跟美方之间的 这种共识 或者说是互信 几乎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虽然这边有一个 这个王毅 跟这个苏利文的 这个会见 那我们要看看 你譬如说 我们看一个 这个一般经济图表 上面的这个一个曲线 它这个曲线 如果说 它有一个趋势 是往上的话 它同时 它也是可能一下上 然后一下下 一下上再一下下 它还是有一个 这个转折的 或者说我们叫做TikTak 就是一上 然后下 然后上 然后下 然后你要看 它整个趋势的话 它可能是往上上的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就像是露出了一点点的 这种缓和的曙光 可是呢 对于整体的 美中之间的这种 结构性的矛盾 根本就完全没有 特别的改善 或者说特别的 一丁点的这种改变 这个里面包括什么问题呢 就第一个就是 美中之间的这个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要保障 它的全球地位 中方可能会对它有所挑战 这是第二 第二个就是意识形态 那当然还有很多 包括这个商业部分的啦 包括财政部分的啦 等等等等啊 那可是整体来说 你像譬如说中方 他已经给这个 美国的商务部长Raymondo 还有这个财政部长 这个叶伦呢 他们已经发出邀请函了 可是呢 在这个层次上 是双方还有这个 想要见面 想要会谈的 这种 可以说是用心 可以说是一点诚意 而这方面还可能 会得出一些结论出来 可是呢 你在这个Solomon跟王毅啊 或者说是在这个秦刚 跟这个伯恩斯啊 像他们的这个层次的话 那是难上加难 你像比如说这个伯恩斯 你主持人刚刚也讲了 他到任一年以后 才在四月底 才递交这个国书 他前一任在干嘛 在旅游 他没有事干 他也没有这个 没有真正的 比方是不被认可 对 好 那反过来 中方在美国的大使啊 这个位置还是空缺的 还没人啊 就是说秦刚回来以后 因为秦刚是前一任的嘛 前一任的大使 空到现在 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 三四个月的没人 空在那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秦刚那个时候在任的时候 他就曾经讲过了 他说在美国啊 要跟某些人 或者是跟某些单位 要会见的话 是难上加难 意思就是说 好像他在那边当一个这个 中国的这个驻美的大使 这个功能好像没办法彰显 反过来 你这个美国在中国的大使 同样的道理 你根本就一天到晚去旅游了 你根本就没有在 没有在办什么 特别的外交的联系 什么这方面的事 那所以说这个双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们的这个互信基础 以及共识的这种层面 根本就已经降到快 快到冰点了 所以看到他终于递交国书 秦刚终于见了他 他的工作终于开始 这样一见了以后 秦刚就开始训斥了 所以说你要多用你的脑袋 你要多想一想 它是这个味道了 你知道吗 意思就是说中方已经受够了 受够你们老美 对我们的这种好像高姿态 那所以现在除了跟美国以外的 这些欧洲 当然主要就是欧洲的国家 就像这个G7 基层码要开会了 那所以说中方就开始各个突破 不能说突破了 就是分禁合集 那就像这些国家来开始改善关系 你像譬如说 这个秦刚最近跑了好几个国家 法国 德国 那像这些的话 当然在G7当中 它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 那所以在这次的这个G7 是不是因为马上就要开了 好像在一个多礼拜就要开了 那这个是不是说能够稍微的加以缓和 你譬如说现在意大利 意大利说要退出这个一带一路 而且他还说了 他原本是说我要在G7上宣布 那现在又说我不要在G7宣布了 那这个意思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说我虽然我不同意 或者说我不愿意再继续跟中方来在一带一路上面合作 可是我不要把这个议题搞得那么样的 具有爆炸性 具有这个杀伤力 它是稍微的低调一点 那这些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欧洲国家 大概都有一点这种方面的倾向 尤其现在秦刚在这个跟法国 跟法国啊 这个他们的交集比较多 为什么 就是因为法国他受购美国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法国跟美国从头到尾 就二战以后到现在的关系从来没搞好过 尤其最近的这个阿库斯 就是跟澳洲的潜艇的那个事 那法国是气了他们气孔冒烟啊 好不容易现在有个机会了 我要给你扳回一层 所以说他跑到那个北京去 那习近平还跑到广州来再度的接待他 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 就表示说双方之间的这种重视的程度啊 是超越寻常 那所以这刚好就给了中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着力点 然后呢这个马控回去了以后 他也并没有非常大的做他的这个立场的更动啊 他还是有他的这个特别的对于中国的这个角色 以及对于两岸的这个立场 他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虽然他的外交部长说了什么 我们遵从一种原则了 我们什么政策没改变了 可是实际上我们再仔细看 马控跟人家的讲话 或是马控他跟人家之间的这种公报了什么等等 他把台湾的问题都把它弄到很后面 根本就看都看不见了 那所以说这里头确实是有一些中方可以着力的地方 那现在中方呢 他就尽量的来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利的 那另外呢就是俄罗斯的这一块 那现在俄乌战争啊 现在乌克兰啊 准备春季大反攻 这个汤老师有打算一下 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转利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